他在城隍街,他距離口廟商圈,北門,星光那邊都還蠻近的 吸引的地方就是吸引那個年輕族群,然後那個中博光光客,我在A選了 年紀輕嘛,因為想要懷舊,復古風,就是我覺得年輕人很想,應該可以藏了比較難 第三個的話就是他的賣點,復古就是看有沒有泡一些比較復古的咖啡,多多咖啡民宿 那邊那個原本的雇主他會提供彈珠汽水,然後彈珠汽水是蠻復古的那種 然後第四個裡面就是他裡面的裝潢,他裡面裝潢還蠻特殊的,他有那種古時候的收音機 可以看電池那種,然後還有那個蠻老舊的時鐘,他裡面有彈珠彈,蠻屌的 然後他裝潢的話都還蠻復古的,可是他看起來很新,可是又是很復古的 所以我覺得第四個裝潢很好的,不用拿回共產 然後第五個是他經營的裡面,讓老人家覺得他自己又回到年輕了 然後讓那個叫年長的那種老人家啊,讓他感覺到一種自己又變回年輕的那種氣型 然後小時候那種玩樂的感覺,然後讓年輕人覺得,舊時代的台灣,那時候剛開發的時候台灣的感覺 然後第六個就是,他五年的開發裡面 因為他離那個孔廟商圈,他離古基,然後又離北門那種電子產業都蠻近的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可以就是,看裡面做一個結合,就是古基跟科技都結合在一起 就五年的商機差不多這樣